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英国非常知名的作家 同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人 他原来名字叫做James Morris 后来他因为动了变性手术 而改名叫做Jan Morris 他的旅行的范围 骗及了中国还有更重要的 到达了大英帝国 在东方的重要殖民地香港 他在80年代 写了一本关于香港的书 这本书 他的中文翻译本的二版 刚刚由八经话公司出版 如果大家对于 过去的那样一个香港 尤其是对照 经过了回归四分之一之后的香港 你如果想要了解 这中间的巨大差别 以及这个差别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应该会是很好的读物 在这本书里 Jan Morris 他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 他看到了香港很奇特的一些景象 他说即使是最不敏感的外国访客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正体验到一种 无所不在 耐久的文化存在 尽管有之前我们所观察到的 象征性交接重点 在骨子里 香港的文化完全属于历史的 古老的品味偏好 习心还有技术 以千万种的方式抵御一切的挑战 在这个已经运用太阳能计算机的中心地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 每个学童都能够写电脑程式 但是算盘到1980年代仍然是常见的商场工具 新建摩天大楼 外面围的是竹子搭建的音架 中乐和声轻易地就承受住了摇滚乐 和西洋古典音乐的来袭 麻将的碰撞声 依然比电动游戏级的乒乓声更常听到 华人从宋朝以来就一直打 这种有着不同章法的麻将 英历和杨历并有 而且在香港人人都知道 那年的中国属于什么年 例如说1997年那是牛年 过了140年 很多地名依然抗拒洋化 对于华人来说Stanley Stanley这个地方 他们仍然称之为赤柱 沿用英国人来到之前的旧名 Aberting这个地方仍然叫做香港载 也就是小香港 而Mal Davis道是魔心领道 意味着在这个山上可以像是触及到信心一样 到了英国人的时代 华人还是称香港总督叫做冰头 港都府马路对面的植物园 到现在还是叫做冰头花园 至于华人个人的名字 也公然违抗所有西方的规矩 因为一个香港华人一生当中 可能有五六个不同的名字 婴儿时期的乳名 童年时候的本名 上学之后的学名 班上用的名字 商场上用的名字 结婚时登记的名字等等 香港华人有很强烈的信仰倾向 信神也信鬼 也信征兆和占卜 所以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某一种超自然信仰的影像 从很精妙的神学教规到日常的迷信都有 店门外和住宅外悬挂的小镜子 不是为了装饰 而是为了辟邪 香港有五十万华人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 但却有更多更多 信奉道教或者是佛教 或者是梵灵论者 而且很多都是兼容必须混合信仰这些宗教 也就是皮特弗莱敏从前所称的叫做五花八门的宗教 华人万圣天里的众神多不可数 多半都是为了有求而去向他们许愿 而不是为了膜拜他们 有齐天大圣 有海圣 有土地圣 赵圣 武圣 水仙 另外有露心 观音 佛心 观光 寿星 文昌 文曲 财圣等等 1980年 新界坟岭 居心 节庆 结果呢 一共拜了78位神明 住武汉公寓里 还有住户自家的神卫 不管到哪里 都可以看到基布赛斯的石器小亭 戏有丝带 贴有红纸 还有残余的蜡烛头 表示这里是有神灵的 或许还有两位老太太 拿着箱 在附近闲晃 从购物袋里 凑出纸钱来 这些可不是只有乡下看得到的 落伍过时的情景 香港很多最都市化的地区 都是香火最鼎盛的 有很多佛教小金社 有的时候指出了一位法师而已 实际上却是位于高楼大厦的高层 最迟迷的那些大寺庙 人潮汹涌 像是超市一样 一天当中不管何事去看里面 都会看到那些庙柱 坐在灰尘桌的后面 周围都是经文和图片 孰立的圣太前 有很多妇女正在摇着牵筒 球签 香烟缭绕 钟灵叮当 熏黑的神像 从神坛上 垂眼窥死下方 最热闹的黄大县庙 在1973年堂皇重建 要配合东九龙的新处在区 所以就被包围在高楼大厦当中 这个庙 黄大县庙 以求运签为主 深得明星 认为很灵验 颜色鲜艳 拱朗向道上摆满了解签 汉卖护身符的摊子 偶尔也有催敌人 还有成群手持铁皮杯 来要钱的乞丐出目 此外更因为地利之变 就变成了地下铁其中的一战 从签筒摇出来的签 可以由解签人 替你解释寒意 要是他们推荐你采用某一个药方 来医治某种病痛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在庙里附设的药铺里抓药 不久之前 在香港开车会遇到的一个显像是 年老华人相信 要是他们能够站得离一辆驶过的汽车很近很近 那辆车可以帮他们碾过 跟在他们身后的邪力 1960年 香港赛马会连连出了伤亡事件 包括有一名骑士死亡 于是就在跑马町的马场做了四天三夜佛教消灾法事 一共有六十八个和尚 四十八个尼姑来做法事 出席参加的市民 据说有四万名之多 猜想物业估价署 从前设在一座旧兵房军官宿舍里 自从被日群占领过之后 就传说闹鬼 后来也是做法事超度鬼魂 还让媒体预先观看法事仪式 没有办法生小孩的妇女 每月三次就前往半山宝云道 沿着小径到山上去拜 有一颗阴京状的大石 叫做阴园石 这地点周围都是豪华公寓大厦 可以看得到远处的海港 轰隆隆的市区车子的声音 隐约从树林之间穿得上来 这些妇女 他们点燃了香 祝导一番 向这大石祈福 这颗大石可能从石器时代 一来就一直是生死的象征 高低飘扬在这个吉祥上的东西 有时候是燃烧过的 乡族援宝会飞 有的时候则是蜻蜓 香港的山丘以及离岛 绝对是充满神圣理念和实践的地方 只要乘坐直升机到新界飞翼圈 就会发现高低起步不平的丘陵地 新罗旗部都是Omega字母状环绕的祖坟 都位于风水好的地点上 使得整个山丘看起来有着神圣化的意义 亚洲岛俗称叫做耶稣岛 因为岛上居住的是真耶稣会的华人信徒 大宇山的神圣也不逊色 他说这个岛正在附属小岛赤辣脚上 要盖机场 但是大宇山它的岛上 那个庙宇跟崇拜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宝连市只不过是散布在 这美丽荒江一大岛上 十几座引修处其中之一 这些引修处包括了位于 山谷坡上的佛教红瓦禅院 还有高山底上基督教宣教室的退休营地 傲然位于岛北尽头的教会 是言归稀土会圣母神乐院 叫做Trappist Monastery 这是共产党占领中国的时候 策略到香港 策略到大宇山来的 这里有三十位静默不渝的华人秀士 1987年的时候 还有一位英国秀士 在他们这处产业上经营牧场 出产的牛奶多年以来 供给给Hilton Hotel 上门去造访他们简陋建筑的人 首先遇到的是一面铺来的一股 干草跟牛饭家常熟悉的气息 而且会看到 用拉丁文书写 中文翻译是 入者有平安 出者有健康的字样 而在大宇山南岸的高原上 就只能够走三进 才能够到达的慈心寺 那是估计处立在高山上 那个壮重的声音 声中虔诚的诵经声 你很容易可以听得到 它是随风飘上到 周围空荡荡的草地上 Jane Boris特别观察 特别记录了 在1980年代 香港仍然非常传统 而且非常繁盛的 各式各样 信仰现象 我们休息会儿 等我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去收听 他在1980年代 他对于香港的记录 已经变成了类经典 今天我们要回想 20世纪后半叶的香港的模样 尤其是香港和迟暮的 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绝对是首选 这本书的书名很简单 就叫做香港 它的副标题是大英帝国的中章 八经话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了 综艺本的第二版新版 在这本书里 Jan Morris告诉我们 一百多年来 每一本提及香港的回忆录 都会提到人力策 维多利亚时代的 每一个周游世界者 也都心理如意 会在香港做一趟人力策 还有每一代的军人 英国人 美国人 日本人 那就更不用说了 全都兴高惨烈 参加拉人力策比赛 要不然就任由老练的人力策服 在夜晚拉车 载他们回到船上 或者回到军营里 而这些硕果仅存的人力策服 到了最后的时期 他们就不费神去拉顾客 顶多是看准了 哪一个渡轮乘客 看起来没经验 就半碰硬硬的去兜来 如果你真的有看到 人力策服开工了 再来一个无疑是 刚来到香港的人 跑在中环的街道上 那个年老体衰 呼呼喘气了人力策服 看起来还真像是在跑 他人生的最后一趟了 而车上的乘客 也多半笔直地坐在他的身后 一副尴尬万帆状 旅游业向来是香港的发展目标之一 但香港却没有成为旅游城市 它的旅游业是和其他所有的一切混在一起的 而人力车可以说是市区中心 唯一最属于旅客的东西了 此外新界有一个重现宋朝村庄的宋城 香港岛的海边高处 有一个占地很广的庞大游乐园 海洋公园 但总的来说 旅游业在香港本色上 只属于附带性的 九龙的商店区 大部分是为了迎合旅游业 一家又一家店里架上摆满了收音机和相机 这里还有无数的裁缝师傅 还有大量的玩具 换了世界其他城市的话 这样的地方就会给人游客陷阱的感觉 但这里不会 这些商店看起来很有大商报中心的蓬勃升起 更像是欧洲中市级的市级 不像是机场的免税商店 很多香港最大规模的公司都自认 他们的生意多少和游客有关 不管是交通业的延伸行业 或者是和房地产有关的某一种 有用的附属物 又或者是作为外国货币的来源 有将近600万的游客 在1980年代后期 每一年来到香港 还不包括华人 这些游客有一半以上 是来自于亚洲其他国家 虽然香港其实没有太多观光景点可以看 只有香港本身最壮观 因为香港步调如此刺激 美食如此丰富多样 买东西价钱折扣 如此诱人 感觉如此异国风情 因此很少游客是失望而归的 每星期香港旅游协会的杂志都会问旅客 他们最享受的是什么 通常他们会回答说买相机 另外他们也常常会提到吃 为了要接待这大批的游客 香港一直在兴建酒店 旅馆业带来了滚滚的裁员 还有好几家知名洋行 以及富商家族 从前都经营过旅馆业 如今海港周边许多宏伟的建筑 都是大酒店 从位于尖沙嘴那座 庄严古老的半岛酒店 到国际连锁大酒店的玻璃帷幕墙 宏伟建筑 门口有制服配置 颇为荒谬可笑的守门人 门内有符合法规的室内瀑布 在尖沙嘴后方不起眼的地点上 尤其是在九龙熟丽的街上 更是积深了几千家 水准比较差的旅店 等级从还过得去的民宿 到龙蛇混杂的住房都有 从1866年以来 香港就一直有很好的酒店 1866年香港酒店开幕 地点是在已经停业了的 滇地洋行的原址 就在必打货账的旁边 香港酒店里的餐厅 外号叫一把抓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叫 而这餐厅也很快的就变成 当地社交活动的中心 也是每一个头的旅客 解脱了船上生活上岸之后 最渴望尽量可以去到的地方 于是我们就看到 香港酒店还有它的餐厅 出现在许多旧相片里 看起来阴沉朴实 但是还蛮舒适的 蛮像某一些在印度巴基斯坦 和缅甸从前大英帝国留下来 岌岌可危的酒店 香港酒店在1892年 它的广告描述说 远东区最宽敞舒适 布置城市最佳的酒店 房间附有浴室 而卧房是用煤气照明 烧烤餐厅里随时空盈猪排 羊排牛排 而且还设有最新型 最伟人称道的夜压升降体 后来那些年当中 这家酒店几乎仿冒 英国殖民作风 禁止华人到他的公共空间里去 1926年酒店东溢失火 尽管消防员陆军分检队 港内军舰上的人救了两天两夜 火势还很凶猛 但很神奇的 在建筑物溪边 酒店的西衣仍然辱藏 供应下午茶 香港酒店一直开业到1940年代 不过那个时候就早已经出现 后来居上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 还有他的姐妹酒店 千水湾酒店了 半岛酒店现在依然兴旺 可是千水湾酒店 在1980年代 香港大肆发展兴建的无情过程当中 香港大肆发展兴建的无情过程当中 被拆除了 可以说是所有被拆的建筑物当中 最令人感到惋惜的一座 那是一个很多人心爱的老地方 从那里可以看到 从四处到香港仔之间的海湾景色 酒店非常有名的下午茶 另外有柳边座椅 有旋乐队 海滩上方的游浪等等 这一切都是英国殖民生活的缩影 酒店原来处理的地点上 如今环绕着高耸的公寓大楼 虽然也重建了以前的餐厅 建筑风格到棚栽都一丝不苟 但无论如何 都绝对不可能 跟重建一样了 香港最高级的酒店 和他住最佳酒店相提评论 而且一旦被旅游杂志的读者 票选为最佳酒店 这些高级酒店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从前进香派出更漂亮的大汽艇 去接客人 现在这是到机场迎接酒店住客的时候 用的是宾斯 劳斯莱斯 礼宾车 这几家酒店互别苗头 大酒店里的高级时装店 卖的都是一个比一个独家的名牌 设计时的服装 来这些酒店举行年会的公司 一家比一家 势力更大 酒店从欧洲 印度 中国 加州 聘来了在这里展现厨艺的大厨 也一个比一个来头更大 大概就只有纽约 曼哈顿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里 酒店才扮演过如此突出的社会角色 除此之外 毛利斯说 我怀疑还有哪里的旅馆业 可以像香港这么蓬勃的 有些旅馆完全充满香港本质色彩 例如半岛酒店 宣航宽敞的大堂 高级时髦的餐厅 屋顶的直升机起降场 几乎完全符合香港的每一项特质 九龙酒店每一间客房里有电脑 港岛相隔离达的客房 则提供City Player 西尔顿酒店里有一块匾牌 用来标示出澳洲记者Richard Hughes 最喜欢旧座的那张桌子 他常常在这里和朋友 以及他要套取的消息的对象 一起喝酒 在很多年之中 Richard Hughes 堪称是香港最出名的外侨 那中环的文化酒店 那就是强烈的大英帝国末期 香港特色 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 能够比得上 文华是在1963年开业 长期以来 屡次被提名为 世界最大酒店 文化属于第一家新一代 超级豪华性的亚洲酒店 但跟后来的连锁豪华酒店不一样 它在大英帝国旅馆之列 占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风格属于很低调 但极为昂贵的精致讲究 很像当代的英国大班 事实上 它根源于英国殖民香港之初 因为它其实是香港质地有限公司 衍生出来的庞系 而頤河握有质地大部分的股权 文化有一面是隔着皇后巷广场 与香港会会所相对 另外一面隔着德府道朝向 汇丰银行 第三面隔着甘诺道 望向海边的摩天大楼 以及海港 从前文化正门这一边的客房 全部都是直接灭海的 但由于后来这些阻断 海警视野的高楼大厦 也是置地公司所建的 因此也不能够多抱怨什么 事实上文化被围住的状态 四周有如此辉煌出色的邻居环绕 更增添了它所珍惜的英国风情 Jane Morris关于香港酒店的 这些精彩的描述 我相信勾起了很多 曾经去过香港 喜欢香港人的深刻的印象 而他的那种 英国人描述的方式 跟英国人特有的敏感 尤其是关于 大英帝国的 墨若细造景象 和香港的繁华 对照在一起 就给了这本书 特殊的文学情趣 这本书是 香港大英帝国的终章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关闭联统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所播的电话无法接听 请稍后再播 好想找人说说话哦 我在开会 等一下打给你了 需要的时候 怎么你们都不在身边 1925 依旧爱我 卫福部24小时安心专线 一直都在 生活没有过不了的难关 珍惜生命 拥抱希望 您好欢迎光临两位吗 两双塑胶筷子 两个塑胶碗 我要一杯大冰 先生你的饮料好咯 一只吸管 一个塑胶杯 一个塑胶杯膜 一个塑胶带 每年有800万公吨的塑胶垃圾进入海洋 影响到生态环境与海底生物的生存 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 减速爱地球 从你我做起